那我们不能开悟 名音在那里 常常用脑筋去想 坏了 越想越错 佛讲的道理你能想吗 他从自信里流进 自信没有通过意识 我们今天用意识去了解经义 全都解错了 问题在这里 中文真正开悟的人 你看求老师给他印证 老师有没有给他讲 够讲 学生 齐心动念分别之中都断了 那一想不就读起来了 不能说一说也读起来了 中文的考试常常比划比划 一心一心 你心里知道 我心里知道 行了 问题就解决了 叫以心一心 绝对不再言语文字 日语文字不相干了 业务一切务 全都通了 不但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精通了 事处世间一切法也都通了 为什么 他是自信便利 你尽了心 你怎么能不知道 然后你再想等 这放下多重要啊 不肯放下慢慢来 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坚信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坚信 你这一生不能放下 来一生再说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肯定这个道理 你相信这个道理 你能不放下吗 叫你放下 统统叫做烦恼啊 齐心动念叫无名烦恼 分别叫沉沙烦恼 职者叫见识烦恼 总名称叫烦恼啊 你先一动念去想烦恼 生烦恼了 一开口说话生烦恼了 谢谢观看